实力不如千玺颜值不如陆寒,蔡徐坤凭啥这么火?Icon,因为她叫蔡徐坤。 不知大家是否发现微博已经被蔡徐坤霸占了,但大家有没有发现,有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喜欢蔡徐坤,总在评论下肆意诋毁她。 有人说,蔡徐坤颜值不如陆寒好看。有人还说,蔡徐坤实力跟千玺比差远了。 真的是这样吗?我们先说颜值吧。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,眉形,鼻子的挺拔肚,还是嘴巴的形状,脸的类型,陆寒似乎都略胜蔡徐坤一筹。 确实,陆寒的帅很自然,能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但,蔡徐坤的帅更亲民,让人看着毫无违和感,给人一种邻家酷哥哥的感觉。 然后再说作品。论作品千玺的代表作比比皆是,各种原创音乐以及十三年舞蹈功底,都比蔡徐坤强不少。蔡徐坤现在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吗?答案是没有。 哪怕把偶像练习生里面的导师和演节目和自己选许排舞都算上,怕也是不惜千玺的实力与他的代表作。 那蔡徐坤真是只是靠包装走出来的吗?不。蔡徐坤的可爱,帅气和才华,善良是所有Icon有目共睹的。她努力了七年才有了这个机会,我们怎么能不喜欢她? 虽然她现在还没有代表作,但Icon相信时间会证明她的优秀的。她是未来可欺少年。但某些人不管这些,他们只会胡乱地相提并论。 属实气人。陆寒和千玺是前辈,身为后辈的蔡徐坤怎敢相提并论。 再者,比来比去不都一样吗?在你心里你的雪花是最棒的,在我心里我的雪花是最棒的,角度不同,有得比吗?难道非要拼个你死我活? 所有努力的人不都值得我们为其喝彩助威吗?